首先介紹一下我 然後我叫吳俊廷 然後大家可以叫吳俊廷 然後我畢業於台大材料系 然後目前就台大資工所說的 然後之前在台灣委員擔任Bing Team的RXC 然後目前的研究的主題主要是在醫療影像的分割 然後還有就剛才提過的胸腔X光片的弱見路式學習 然後就是要怎麼去偵測胸腔X光片上面胸部的各種疾病 然後這是我所要分享的Outline 首先會介紹一下segmentation在EL 總面上面的應用 然後會簡單介紹一下UNAT還有BNAT這兩種 就是Medical Segmentation常用的架構 再來就是會介紹Medical Image上常用的一個Toolkit 叫NeptiNet 然後會帶大家看一個我們之前所做的example 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Weekly Supervised Cast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ommon Forex PCs 那這邊會介紹一下什麼叫做Weekly Supervised Adject Attention 那下一個部分會大家應該知道 就去年年底溫達上團隊有提出一個ChatsNet網路的架構 然後來偵測想想的各種疾病 再來是我們怎麼利用ChatsNet這個架構呢 然後讓網路自己去學著找出這個疾病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那在最後有時間的話會再分享一篇 就是比貝貝他們團隊在去年年底提出來的 就是一樣是做在這本dataset 但是他們也有用的就是 原本是不可以用Label來需求你的Label 然後他們引入了一小部分的Label 然後來Train他們Label來找到疾病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然後這篇也剛剛被CVPR 2018所接受 然後算是一篇 算熱騰騰的配合 好 第一部分是segmentation 首先什麼叫做segmentation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張 行車記錄器的影像 然後我拼負一張2D的image呢 我希望我的網路可以告訴我說 來 這個區域是房子 這個區域是車子 然後哪邊是人騎到 所以這個包裹呢 就都是一個segmentation mask 他所的要求就是我的segmentation 需要貼合我的物件的邊界 大家可以看到這要貼合我的房子的區域 連車的區域在哪邊 還會接到我的區域 所以他會比object detection 算是一個比較難一點的問題 那這邊可以看成是 我是對每一個pixel去做分類 這個pixel它到底是房子啊 車型還是到底 那segmentation在EL上面 同樣的我是希望網路告訴我說 每一個pixel它是屬於什麼類別 這也是腫模還是什麼器官 眼睛 視神經之類的 但是跟一般image的差別主要在於說 我像剛才行車757拍到的 是一個2D 就是RGB的影像 那我未到網路呢 它會給最後一個output 一個2D的mask 那在醫學影像可能 我會有CTMRI這些3D的data 而且樣子也跟一般常看到的2D影像 就是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他們的樣子也是 就是對於胸胎之類它就是長量 然後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那我要怎麼從這些很接近的影像呢 找出它的疾病 或者是分割出它的器官的位置 另外就是我可能還會有multimodal的data 什麼叫multimodal就是 我對於可能是頭胸部的 CGMRI 就是我同時有這兩種的data 那我要怎麼利用這兩種不同的data 來提升我分割的準確度 再來就是3Ddata 一般像之前做segmentation 主要是做在2D的limit上面 那如果我有3D的data 就可以預設 就可以得到更多上下文的資訊 就是假如說你的腫瘤 你可以預期說每一個slice 它其實是要連續的 那有這些上下文的資訊 也可以幫助我有更好的segmentation 那下面是一些segmentation的應用 像是我可以像柚圖就是找到 腦部mri影像中 腦瘤的位置到底在哪一邊 然後分割出 就是辨識器官organ recognition 還有辨識細胞在哪邊 然後這些都可以來幫助醫生 來做一些診斷或是治療規劃 首先來介紹一下UNAS的架構 它是2015年被提出來的 像過去在做segmentation的時候 就像剛才提到我是對每個pixel去做分類 那一開始的方法就是我會在圓圖上面取一個 一個比較小的patch 然後利用這個patch就是一個 比較小的區域 然後用這些資訊對中心的像素 然後來分類它到底是 到底是腫瘤還是 playground 所以 但是這個壞處就是它非常的耗時 然後因為它我需要每個pixel 然後分別去看出它到底是輸入 那後來就有人提出 FCN Fully-Conditional Network 這樣子的架構 就是我可以直接input一張2D的image 那透過網路之後 它就可以直接跟我說 它的mask到底是怎樣 那我就不用用過去那種patch的方法 然後對於Fully-Conditional Network 然後UNAS的話就是建議在FCN這樣的架構上面 那它一樣包含了一個encoder還有encoder的架構 然後中間有這個他們加入的叫做 這個 shortcut 它可以把我input image 就比較高解析度的資訊呢 把它直接concade到我的output這邊 那有這些資訊就是 因為我second page的要求是要 比較準確的貼合我部體的邊界 所以有比較高解析度的 我的localization的效果可以叫 然後網路架構這邊 這邊叫做encoder stage encoder stage也是分成四個階段 那它會通過每個階段是通過兩層的 三層三convolution 然後用一個二層二的max cooling 然後每次把feature map的數量double 然後最後到這邊再開始它的decoder stage 每個decoder stage是先用一個deconvolution layer 就是把feature map的大小拉大 然後用一個二層二的convolution 來減少他feature map的channel的數量 然後再通過兩層的三層三convolution 那到最後我就可以output出一個 再通過一個一層一的convolution 然後來做我的output mask 那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 一開始這個網路提出來的時候 它是沒有做panic的 那有用過convolutional network的話 都可以知道 就是我的feature map會隨著我convolution的次數越多 那它會縮小 所以這邊它從input到output 這邊其實它是大小的不一樣 所以我需要對一開始的image做panic 然後來避免掉說 我最後產生了max的大小 跟我的input其實是不match的這個結果 然後這個unet也是當時或是現在 就是很多在2D segmentation上面 就是拿到的statement performance 然後下一個部分是vnet 那剛才大家看到的是unet vnet可以想成是3D版本的unet 那它所做在的是像cti、mri這些3D的 就是有體積的lata 那它們的網路架構 也是一樣就是包含了一個encoder的state 還有encoder state 那這邊一個值得注意的是 它不像之前就是直接學出 就是它convolution的結果 它這邊學的是一個residual 就是它會把這邊的input 然後經過一個網路的convolution 然後最後再把input加上output 那這個好處呢我網路只要學 就是它的殘差 我不用去學太多就是 就是漁用的資訊 那這樣可以讓網路收驗更快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可以想像說 因為醫學上面可能我一整張的圖片 它只有非常小的部分是腫瘤嗎 這對經濟是一個非常嚴重class imbalance的問題 就我的background很多 但是我的 foreground 非常的少 然後你把它變成3D的時候 會變得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嚴重 所以3D可能一個很大的機器 然後只有一個點 它是總共的 所以這片在就是它引入了一個 叫做dice loss的概念 那它就利用這個dice loss 然後可以解決掉它們在它設定上 input的所有問題 它這部分等一下會再詳細做介紹 首先來看一下它的網路架構 然後這邊它所用到的是一個3D的convolution 用到的是3x3x3的kernel 然後每次一樣是把feature map double 然後做一個 當sampling 它當sampling的方法是用一個2x2x的kernel 然後用stripe的連合的方式 然後來減少它feature map的大小 然後最後decoder的時候 一樣每次把feature map的數量扛淡 然後一樣這邊是用一個 再用2x2x2的kernel 然後來把feature map的放大 然後這一條跟剛才一樣是它的short cut 然後來讓高階級的資訊 然後可以跟decoder的結果concade起來 然後來讓我segmentation的結果更好 剛才提到的這個dice loss 就是這篇提出來 來解決classic balance的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式子 然後它希望網路可以讓這個式子最大化 我現在解釋一下沒有辦法我意思 p 的話是我網路預測出來的pixel 它是foreground的基因 所以我是1的話代表它是foreground 0的話代表是background 我這邊做的是一個binary 就是我到底是有種類還是沒有種類 所以我只有1跟0的內容 然後g的話是我光true是image 它到底是foreground的stagram 然後dice loss的這個概念呢 就是可能是大家有看過 像f1score 或是dice coefficient 它的概念是從這邊來的 所以 從這邊可以看到它的分母 一樣是兩倍的p by 乘0gi 那這個它的分子呢 因為我要maximize這個式子嘛 所以我要讓這個東西越大越好 那要讓這個東西越大越好 等於是我要讓pi越來越多嘛 所以我可以減少掉 false negative 大家可以聽懂我跟講說 就是讓它預測實際上有 然後預測是沒有的狀況來減少 然後分子的話 它是用pi的平方 再加上gi的平方 那要讓這個式子越來越大呢 我們就要減少pi的平方 那分母的話就可以減少 foss positive region 它其實沒有 但是我說它是有的 然後這個是因為沒有考慮到true negative 就可以避免掉說我的網路就是因為 因為background非常的多 然後bi的到background的狀況 因為如果我用 原始就是算soft max loss的方式去 勸我的網路 那網路可能會覺得我全部把preprediction 然後我的loss都降得非常的低 我就根本不需要告訴你中流在哪裡 那它就勸完了 但是其實它根本沒有達到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用這個loss的話 我可以減少像這一塊 foss negative 還有foss positive的區域 然後最後可以越來越fit的到這邊 true positive的地方 然後這個式子 跟paper裡面 它是有證明說它是可以微分的 所以我可以直接把它 放在當作的loss function 然後來轉動網路 那詳細的速度可以讓我們 可以參考跟paper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NiftyNet 這一個 在醫療影像上面 常用的token 然後它是一個open source的token 那它可以想成它是 based on cancer code 然後再加上一大堆的medicode domain medicode image的domain knowledge 然後它提出來的 這個token 就是裡面包含了非常多 目前steality的話 有網路 loss function 還有一些beta orientation的方法 然後它也是一個非常模組化的設計 就我透過就是它有一個 就是complete file 我可以隨時抽換我要用的網路 loss function 還是 還有一些就是 data orientation 看我是要旋轉 或是取hatch 之類的 各種方式 然後它裡面都有相對的 然後 使用這個token的好處就是 我不用從頭開始來build我的網路 然後我可以直接 拿 就是它們已經做好了 然後做一些 稍微修改 然後feed在我的losser上面 然後就可以來完成我的實驗 那在跑一些簡單的baseline 或是 你只是要做一些 對網路做一些修改 那可以節省掉 你非常多的時間 那下面這邊有提到就是 像醫療 影像上面有哪一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影像的格式嘛 它不像我們一般拿到的 就是jpg png 之類的常見 它是像 可能看到剛才 就是3D的話 就會用nri 或sicom 之類的 就是 可能是cdmi產生出來的 多data 那裡面已經有 就是提供這些格式 所需要的reader 你可以直接把這些data盤用 還有就是 不同的一般影像 它可能會有3D、4D、5D 或是 multimodal的一些data 就剛才提過的 還有 像data盤用的cd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 就是像我一般 我在人體上 因為組織是軟的嘛 然後我可能對一個細胞 然後對它做一些彈性變形 但它依然是一個合避的case 像你在真實2D 一般像行車紀錄線也一樣 你不能坐一台車子把它亂扭去 這根本不合理 所以它提供了很多data盤用 就是在EL影像上面就比較適合的data盤用的方法 然後這是他們 用的一些 就是給出一些application example 那最左邊它是做 腹部的器官的分割 中間是 做腦部MRI 然後我們有的application 右邊的話 就是我明錄一張MRI影像 它可以讓腦部學出 我怎麼去合成CT的經過 這個的用處就是像 醫生他不一定同時會有 MRI跟CT的影像 但是可能常常 我可能 某些疾病在MRI比較清楚 某些疾病在CT比較清楚 那我如果有同時 這兩種data 那就可以幫助 醫生來做更準確的診斷 然後下面這裡是我們之前使用這個 Torquette來跑一些 跑VNET這個baseline的結果 我們的input image的話 是從頭部到胸腔這一段的CT影像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VNET的網路 然後幫我分割出 每個器官屬在的位置 就像這邊是眼睛 然後 這邊是 四層精膠 然後還有 四層精 所以就我們有九種的label 然後我們希望 用這個Torquette 然後就直接可以做出這個結果 然後這是 第一步呢當然是 準備好你的data 那準備data我只要 告訴他我的data到底關於哪邊 然後我的raw image 在哪邊 然後我要取多少的patch size 然後來位置我的網路 然後還有我的 光 choose label 然後是放在哪邊 然後一樣給他的patch size 第二步 要告訴整個網路說 我系統有幾顆GPU 然後我要用幾顆 然後stretch的幾條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決定說我要用什麼網路 那這邊非常簡單 只要跟他說net等於vnet 我就可以選用vnet這個網路 那他其他也提供了很多 像是unet densevnet之類的 就一樣可以達到3D segmentation的結果 那你可以 實驗的時候就是 透過抽換這個module 然後你就可以 來比較說不同 網路 對你實驗的影響 到底有多少 然後接下來就是 定義我training的一些參數 像我每次要取多少的sample 然後我learning rate要多少 那這邊用的loss function 就是剛才提到一個dice 然後就是有多少 要train多少incularation 然後每幾個incularation要選一次 那最後這邊 custom configuration 就是告訴 這個系統說 我要去哪個section 拿我的image 就剛才這邊 告訴他要從這邊ct 然後去找我的roll image 然後這邊的labor 去找我的labor 然後全部 就我 要對他做nolization啊 然後最後 output的cap 總共有10個class 然後之後就是一行的 就告訴他 我要segmentation 然後train 然後train 然後就結束了 然後等他跑完之後呢 一樣 就是我把他做inference 來tone的結果 我就告訴他 我要取出 剛才存的 第2萬3000的check point 然後把他拿出來 然後一樣 一行文 segment inference 然後就結束了 所以他可以節省掉 你非常多的時間 那更多example 大家可以到這個網站 他也是 他提供了非常多 像gain 然後 daregional encode 或是一些segmentation 都有 大家可以玩玩看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呢 則是quickly supervise text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ommon correct disease 然後他要做的問題 就是 胸部 胸腔疾病的弱肩力硬性 首先介紹的什麼叫做 quickly supervise 的object detection 大家在如果有 勸過object detector的話 那我的input 可能就是一隻 加上一個bounding box 但是 這個bounding box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取得 而且要label這些 這些label是非常 勞民傷財的 而且在像 醫療 像這個domain的話 我需要醫生啊 或是一些 放射師 來幫我 做這些label 那這可能就更花錢 會花時間 然後 而且 像是我 imagelabel的allocation 就是 我這張image 是有什麼test 然後就是會比 這些label的bounding box 更容易取得 像右邊 我知道這張影片有cat 但是我知道在哪 所以我只要在 像google 圖片搜尋 我打也cat 他就會給我 可能幾千萬張 全部都有貓一項影片 所以我就希望我可以用這些 只有class label 就是image label的 圖片來勸我的網路 然後讓網路學出 我怎麼找出 他的位置到底在哪邊 也就是讓網路學到 框出這隻貓的位置 這個代表 那我們做在這個dataset上 我們一樣 我是有很多的x-ray 的image 然後我只有 我只知道這張圖片 到底有什麼疾病 我希望這個網路 可以自動學出來說 這個疾病到底出現在 這張x-ray 像 到底是不為之 現在右邊的話就是我們chainning的example 我chain完之後 我會希望網路告訴我 說這個區域可能有疾病 同色的部分是 我的gontrous box 然後綠色是我detect出來的結果 這個chainning就是完全沒有用到 他bounding box的資訊 單純是用網路chain的開始玩 然後讓他學出來 怎麼去localize這邊的疾病所在的位置 我問我問你 就是 那個是 這個疾病是什麼 這叫廢禁論 所以每個疾病都一定會 譬如說 醫生一定礦得出來 他有些 Testate有礦出來 我說就是 就 就有些幫你 因為這疾病固定是 明顯的 這一塊是 因為我們 拿到的是醫生框出來的結果 我們每個醫生框的方式 也會不太一樣 但這算是另外一個問題 目前在做 就是想辦法 他們就找出 影像當中最可疑的區域 然後我們再用一些方法 找出他的方式 然後這組用的dataset 是去年niH所提出來的 chexsgrade 配合這個dataset 裡面包含了大概11萬張 就是胸腔X-ray的照片 然後就是為了 Evaluate 就是Localization的結果 還有另外找 醫生去label的比較小的 就是880張毒片 然後985個 放定box的dataset 因為一張X-ray 可能不只有一種疾病 所以他一張疾病可能會有 兩個不同疾病的放定box 再來的話 他們後來又再加上了6個 6種疾病 但是 這6種疾病是不是有忙很大 然後這是剛才看的小潮 然後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背一下 他應該比較難 好 大家如果對這個 1.0在醫療上面的應用 有再注意的話 去年年底應該會看到 常看到這個標題 威達反對最近醫療影像結果 就被診斷確診 準確率創新到 然後在國外 也是有非常多這種手動的標題 那他們就是 勸了一個神經網路 然後在這組labelac上面 然後再去跟一堆醫生 放這次做比較 然後來 可以說他們的結果 就是比人看得還要準 雖然他們的實驗方式後來有被很多拿來討論說 其實對那些方式是開通的 不過因為這個Walk 也讓 從那陣子開始就 就是 Deebunning在醫療上面的應用 就越來越多了 不過他們 就溫達團隊他們Train的網路 就是其實沒有太多達過程 他們就是拿CVTR17 提出來的這個DanceNet 121層架構 然後直接把說 Deebunning灌進去 然後Train了一個 14類別的 多 Multi-Label的Castifier 然後他們的Loss 也是用很單純的 就是Long Loss 所以我對 我包含一個 14 14乘以1的Vector 然後跟GroundTree去算它的Loss 那我要怎麼從這樣子的網路取出 就是 這個網 CMN是看 影像中的哪一邊來決定說 我的疾病所出現在的哪些位置 然後我用到的方法是 叫做 Clack Activation Magic 然後這是 CVTR16年所提出來的方法 那一樣他是 因果一張Mage 然後經過很多的CountLayer 然後最後是一個 例如像GanceNet就是7層7層1024的Vector Map 對 他有1024層的這個東西 那我在經過一個GAP的操作 GAP就是說 我這是7層7層1024 那他把每一個7層7層做平均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1層1層1024的Line 那得到這個Vector之後呢 我們再做一個Fully Connected Layer 去做Credition 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 不是GAP的功用嗎 那些 我決定這樣做 GAP的功用的話 因為我是 目前是希望 網路可以 學到說 他到底是 Focus 9的一些區域嗎 就等於是我要讓 網路決定說要看哪一個Fiction 那GAP 就是他是把一整Fiction Map做平均 然後 一個Fiction Map可以當作是一種的Fiction 像這個就是 可以看成是一層 他Focus是在頭 然後這邊看到的是 狗的腳跟頭 這邊看頭之類的 然後每一個 每一層Layer所看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那最後 用這個Fully Connected Layer的Wave 把它鑲成的話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歸鐵的上 然後把每一個Fiction Map做加重 然後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網路實際看的就是 這整隻狗的位置在這邊 那用這個方式 然後我就可以來找出說 我的神經網路 他到底是看哪裡來 決定 他的Output是長這樣子 所以就是取 比如說這個手段 就是取W2 我知道W最大 所以我到最後就砍 W最大這樣 他可能是很多組織 像打W2很大 然後可能打W、W2很大 那這兩個加重的話 就會奧附屬這一張 那像這個人的頭 打W1就很小 大家可以理解嗎 有人對這列的問題 好那我再繼續 所以用這個方式 在我們這個網路上面 就是取出最後一層 7x7x1024的 這個Math 然後 用GAP 產生一個1024x1x1的Lactor 然後最後 放出 8class的 Moduleable 然後利用這邊產生的Wave 然後再跟這個feature map 去相乘 就可以得到 一個 Hitmap 就是說我網路到底focus在那一邊 來決定我的Output 然後左邊這樣 怎麼就是我產生出來的Hitmap 這樣 這什麼機率 我忘記了 他是廢部障 我剛才是廢塔線 所以他看的就是這個區域 然後來 讓網路到處理說 這張有feature map 這樣的一個症狀 然後再用一個 Stretch holding 說我高於某一個值的話 我就把它鋒起來 然後來產生這個網路方式 然後來Localize 我的疾病的位置到哪一邊 不過這個網路 就是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 像剛才提到的 他最後一層是7x7x1024的 feature map 所以 當我要 回去找到我的 Hitmap的時候 我需要把它resize回去 把7x7resize 回1024x1024 那每一個pixel 就會變成150pixel 所以我只要插一個 然後就會插了150pixel 所以 他通常會造成說 我框的網路 比Rong Truth真實的 位置就是 會框的大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的Stretch hold 是根本工具選的嘛 所以他也非常的 不adaptable 像我對不同的疾病 我的Stretch hold 也可能不同 那我選得到有什麼好處理 也對於每一張影像 可能他需要的Stretch hold 也不一樣 所以這些都是 必用這個方法來做 VT-SURLocalization 這些 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然後我們目前 還在看 再來要分享的這一篇呢 是 李菲菲他們團隊 在 就是剛才提到的 跟在明底提出來的 Pepper 那他們的問題定義 就有點不同 剛才我是只能用 ImageLabel的 Label 去Tran the pacifier 那他們這邊再加上了一些 一小部分的Label 就是Bounding Box的Label 那希望讓網路學到說 我要怎麼去管這Bounding Box 然後他們就講 We need method that can work well with only a small amount of location and locations 所以他們就Propose出來了這個網路 就是他可以同時用到了 就像剛才講的 ImageLabel的 Data 然後 再加上 非常 非常小部分的 就是Bounding Box的Label 那一起來Tran 那像之前一些 Task上面已經證明說 MultiTask 可以提升我網路的Performance 就他同時學說我要怎麼去 Prompting Box 然後怎麼去分類 把這兩個 效果加成在一起 然後他們發現結果也是有所提升的 你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Semi-supervised 跟Limited Supervision 的差別 OK 就是前面提到 Weekly Supervised的話 我是只能看說我ImageLabel的 Label到底是什麼 像這樣組 你知道它有毛 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哪裡 然後Limited Supervised 就比較像Semi-supervised 就是我可以 某些 很小的一個subset 我有Label 然後 來Tran這個網路 其實我覺得這也比較符合 就一般使用的狀況 我可以Pink一些醫生 然後幫我Label一些Data 然後讓網路的 Normalization結果更好 可以解釋一下那個 說MultiTask 為什麼變好 比較HighLabel的解釋 比較HighLabel的解釋 這是什麼 可能是 像我提供給網路一些 Founding Box的資訊 然後就可以 讓網路比較容易 Focus在某些 比較可疑的區域 因為像之前如果只Train一個 單純Train一個Precifier 它可能亂看 然後覺得這邊有 然後那邊有 然後是比較分散的 但是我給它一個 Founding Box的資訊 它就比較容易 Focus在某些區域 然後可能可以讓它 結果再提釋 然後比較HighLabel的解釋是這樣 其他的話 可能還是要用實驗上去解釋 你去Train那個Founding Box 它的準備是不是也要分 比如說你原本是7類 分7類 那你Founding Box 可能當然是少數的 也是要有7類的Beta 還是我只要模1類的Beta 它可以分 因為我是對8個class分別去Predim 我可以磨幾個class有就好 就是它在選的過程 你要磨幾類就好 可以用8類都是少部分的 對 然後這邊是弄的網路架頭 那上面這邊是有包含 Funding Box資訊的Royant 然後下面是沒有的 然後一開始先一樣 為進這個Resnet50的網路 然後產生一個Fature Map 然後這邊是他們算是一個 他們Pred的重點 他會把這個Fature Map切成 P成P的大小 他會把它分割成P成P的tile 然後每一個是對應到編圖上面小區域 然後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針對每一個patch 就每一個tile去決定說 這個patch到底有沒有包含這個基點 所以對於每一個位置 他就是train的一個分類器 然後來判斷說他到底有沒有 train對每個patch都去分類8種 然後來判斷說他有沒有這8種的基點 OK 所以他網路最後的output就會像這樣子 然後可能是這4個 有包含某疾病 然後最後把它放下來 然後來當作的 我來設定結果 他們提出來了一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他們的Ross Functions 剛才 他有分有bonding box的data 還有沒有bonding box的data 那對於有bonding box的data 這些tile跟bonding box有相交的 我會把它當作positive的example 然後他作為一個subset的n 那其他negative的話 就是n-n 就是全部是n 然後扣掉這個subset 然後就是他的那個 補合率 然後 他的dose function 的話 就是我勸的就是要讓網路 去feed這個結果 所以對於一個有bonding box的image 就是xi是我們第x 第i帳image 然後第y的patch 可以這個級別的記憶到有多少 然後計算的方式呢 就是把 這個裡面全部的機率相乘 然後在乘上 就是negative這邊全部區域的相乘 然後大家一開始看這邊 都會覺得非常奇怪 覺得為什麼先相乘 但是仔細看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的 像pij 就是我某個patch 它是positive的機率 所以我會希望說 這邊的 裡面predict都是1 所以這邊相乘的幾率 我會讓這項的1 那後面我會希望 negative的部分的區域 predict出來是0 所以1-0 這邊就是1 然後也會讓 我這個image 有某種class的機率呢 就會變成1 那如果沒有放進box的話 事情就比較單純 如果這張image 告訴我layer 他是有可能像剛才講的 被他接著的疾病 那我一定是 這張圖片 有某一個 只要有某一個patch 他有這個疾病 我就可以說他用了 所以呢 他就放關他的條件 我只要讓1-就是pijk 就是某一個patch 它是positive的機率 那這邊用 這邊解釋起來的話 就是說我只要一個mago 一個patch 他是等於1的話 然後這一項相乘就等於0 然後所以我可以讓 這個image是positive的機率就等於1 大家可以理解 大概不知道我會講什麼 可可以後就繼續有 兩隻老大的人黃色 有點黃色 然後再來把它 這個Vector是一個平衡我的bounding box 還有最後就是classifier兩個loss的這個 一個alancing vector 然後這是一個high-end parameter要調的 那把它加總起來 就是我最後對於K這個疾病的loss 那把八種loss全部加總 就是我所有的loss 我希望我的網路可以minimize這個結構 然後最後就可以同時 勸說我的分類器 還有noblization 然後兩個同時去勸你 然後這是他們的之後 然後我cham完之後去localize 他們用的方法一樣是取一個threshold 就我某個patch大於0.5的話 我就說它是0 那大小的1.5就在那裡 那他們提出來的 就特別有講說 他們最後create出來的不一定是一個bombing box 他們是一個不規則的區域 然後再去跟bomb數就算還有一種 所以這篇所提出來的就是一個網路架構 可以同時使用到很小部分的bombing box的資訊 然後來增強它的分類器 還有noblization的結果 然後他們的分析上 不管是在定性還是定量 都可以達到目前在這組 然後也證明說可能這個multi-test multi-test training 確實可以幫助網路 可以達到更好的功能 然後大家對影片分享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稍微講一下是說 這個 這個討論的形勢 希望不是變成重要的在教課 這個感覺 所以 一部分是希望說 看起來大家可不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說大概 自己在做什麼問題啊等等 然後 就希望能有直接的互動這樣子 因為畢竟這也不是一個教課或什麼 大家在focus的主題應該都會不一樣 其實一分一代也知道 換了不同的data等等 其實都有很多 noblization在裡面 所以 所以 然後這個 這個我們三學期 其實會重複 所以 下午後可以講 所以是鼓勵 大家可以去不同的表情 對 我不知道是怎麼會 對 那 欸 問問問 或是 你在處理這些 一些醫療 醫療影像上 那大部分 你看到 你的data face 或是黑白 那黑白的話 再加上 感覺那些圖片看起來比較平滑 那你在用deep learning 再做一些 又是黑白的 然後圖片 那個品質又是比較平滑的 就是比較沒什麼很 很強烈的紋路 那有沒有遇過就是 就是 這兩點 配合之間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會出現 就是你有沒有遇到 遇過這種問題 以前在這一組上面 我還沒有看過一個訪問 到整個問題 因為就是如果影像太平滑 可能陸續會取的特徵會 他比較會取得到 再加上 對 再加上 圖片的話 以我自己來做 我感覺彩色會比黑白做得好 就是以我 我是做冷鏈 Edge的評估 那我自己有試過就是 把它變成黑白跟彩色 那個取的特徵會比較好 還是效果會比較好 那大部分看起來 都是說 彩色來看會比較好 黑白那邊的效果會比較差 當然我們就在深入去研究 那我看醫學影像 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所以他在convolution 取特徵的時候 就是 會不會有遇到什麼困難 可以分享一下 以前沒有講過 因為醫學影像 我拿到的就是一個很整體 又不會像 就是一般突敵的照片 然後會有 RGB三個區 那比較有可能是我拿到的 像剛才提到 OptiModel的Data 就我可能有不同過段 那我可能同時把這個 過段當作一種channel 同時會進去 那我覺得應該也是 可能像產色的那個效果吧 不過我沒有實際上就比較過 所以醫學影像是不太像 RGB一樣的狀況 其實可以補充點 像你剛剛看的可能圖片 你會覺得只有黑白 但其實跟Model不同 像如果是CT的話 可能是 它Value可以到幾千 只是因為你 我們都能圖片 你還是要壓到0到25去 所以你看Rodata的話 它Intel分布是很大的 那當然也有不同 像MRI跟CT 實際上的Country比較小 但MRI它其實 那個表現上面是很多的 但當然也是跟RGB一樣 所以其實在EVid的 預除以上面 沒有很統一的 怎麼做 對沒有很統一的怎麼做 像如果NatureVid 可能就是剪掉 每個Pixel密碼 大家都這樣搞 但是其實在MEDIC 有很多人做可能 我去做 你剛剛說做Normalize 或是對整個Data 去做Normalize 因為 假設MRI 其實不同的機器在做 或是你坐在同一個人 然後不同的機器 然後參數不一樣 因為它那個DataEVid就是 飄很大 但是MRI在齒子上面 會有一個困難 所以我們大家在做 本來說 我記得我們固定解答個MIM 等等 不然會去看你的DataSafe 可能去統計一個解決 然後去做Normalize 然後想辦法在DataSafe上面 取得比較平均 好解 這跟RGB的處理方面 是蠻不一樣的 我想要延續剛剛的這個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 preprocessing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醫療影像 它的圖檔都是非常的大的 對不對 那可能是幾千乘以幾千的Pixel的大小 然後它Dynamic也是搞不好是16bit 那我想問的就是說 在你的經驗是怎麼樣去做preprocessing 去微鏡網路 然後需要用到的 比如說GPU或RAM 是不是要非常大 才有辦法把這麼大的影像 微鏡網路 像剛才如果我像Train Chessnet 按照問他們的方法 因為他們Train了一個 DanceNet 121層架構 而且他們使用了 就是ImageNet Pre-Train的那個model 所以一開始他們也是把1024x1024 壓到224x20 然後直接去Train 雖然感覺不是很理想化 但是他們的結果還是 看起來是目前最後的 我覺得這跟美準代價這個沒有關係 那一般在用的話 對就是Memory個人自己的問題 那Memory不夠的話 就要取patch 剛才也有講到 就我們對3D 我們要取一個Windows Size 然後取一小部分 然後微鏡網路 然後讓它去 再來的話 也會加一些Data Augmentation Romalize Romalize就是剛才學長提過的 就是剪掉所有Image能力 然後做Romalize 然後 Augmentation的話 可能就是我取patch 然後做一些翻轉 然後扭曲之類的 就剛才提到就是 收縮力挺軟的 可以加一些 用數學方法 然後去對它做一些辨識 然後只要是乎你 我覺得都可以加 通常 像我剛才有一些皮膚的 照片它是幾千成幾千 那一種其實就是 quab page 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自衛那麼多到Memory裡面 所以 像常見它可能就quab20x24 然後你可能一張圖片 就是quab 很多overlapping的牌 然後當作 可能當個大band出去 這樣子 因為其實你看到如果 其實假設你圖片 不是真的是 每個page 跟每個page 差很多的話 這樣確認是 沒有問題 還是通常都quab了 你是把3D的 把它quab成很多個 然後可能有 overleven的 對 然後一起去 那你最好 要怎麼樣把它 再合起來 合起來 喔 合起來就是testing time 的問題 像剛才提到NiftyNet 它有一個叫 aggregator的東西 然後它你前面取的patch 就是在test的時候 你取了很多的patch 那它最後會幫你結合起來 然後變成一張完整的運作 那我覺得這是 implantation上面的問題 你只要記起來 你原本從哪邊quab 最後把它記起來 大概都不會太難 還有問題 延續一下 我覺得還是 自我介紹一下 對 那 那 那 就我也是 像畢業 台拉斯公所 然後現在是 準 準國軍 反正下個月要去當天 是這樣 然後 對啊 我的專業也是 medical imaging 是 然後 我等一下也會分享 我最近在做的work 這樣 對 大家好 我的話 半個左右 我覺得因為我還畢業 但是 還是在日本 沒有 我是去日本交換半年回來 那 預計 今年的 應該六個月左右畢業 然後七月 一樣替代一年 那 我研究的比較偏向GAN的部分 那 可是我對segmentation 現在比較focus segmentation 我對這邊比較 現在想往這邊做點題目 所以來聽一下 有沒有 practical的一些 implementation 和 trick 因為 真的影響很大 有沒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 我不是研究所學生 但是 我目前 有在 玩一些畢論點相關的 東西 然後 就是想要做的東西 比較跟GAN有關 但是 因為早上聽過GAN 然後 可以跟一項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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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做的就是跟醫療相關 做了三十年 我非常興趣在影像出的這一塊 尤其在Bacteria 就是 Tilentine的部分 這一塊 我一直認為它是一個非常potential的一個 一個market 那 我一直在 到現在為止 我一直做的就是 醫療的輸出 輸出到全世界 所以我化了很多國家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好 我是重慶大學的研究所 那我主要是做那個人臉 那 有做那個人臉 電視 那最近 也會 在拍一個新的題目 就會做 有關於影像的local 就是 在影像local 你們體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樣去讓 就是去讓它的那一個 準確度不會掉太低 讓它可以至少保持著一個 可以看得過去 就是可能我們原本用的一般 就是 二二幾乘二二幾 那如果我們把它壓成三四二乘三四二 到底還能不能看得出 它的年齡是多少 看得出 還能不能辨認出這一個 人臉 就是這個還是人臉 這個問題 主要我會focus在 年齡上 對 因為我們老師也是 做比較年齡上的問題 來自那個工業 那我是那個機械索 我們主要是想要發展 智慧機械 那基本上 我們想要做一題 就是 機械人想要認識那個物體 然後去做夾取的動作 所以我們需要用到一些 擬態宣測或是 擬態宣測的一些技術 所以今天只要想看 這一條的精彩 給你們看 大家好 我和那一樣就是 我們裡面就是 機械人機械總理 那現在就是想 藉由視覺 然後來感測周圍的環境 這樣子可以讓我們手臂來做一些 夾取之類的事情 我們是來順便 來聽 來看一些相關的一些技巧 這樣子 我是在 我現在在中醫院當研替 然後最近設備的 paper 是PM Detection 跟Segmentation的部分 那現在是在做生物相關的 data 標本圖那種東西 所以對影廂的病人現在比較有興趣 所以來這邊聽聽看 大家好 我叫林君彥 那我是在台北醫學大學 那我之前的話是醫檢師 然後後來是在做醫療醫器相關的研發 那目前的話在那個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授訊 那我之後也是會 在醫療的3D影像上面去做一些應用 希望能把這個技術跟落地 把就是真正去解決臨床上面的問題 所以 非常有興趣可以跟大家做交流 右邊的請示 我自己講 我在陳森惠老師的診療師 喔 對 講師 講師之一 那就是我 TA是前同事 喔 所以有聽做一些事情 好 好 我是導遊 然後之前幫導遊協會監視過網站 那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不同國家來的 遊客 即使是講英語的差異都很大 那 想說弄一個網站讓 某個地區來的遊客 在網站上就呈現他可能想要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譬如說今天菲律賓人可能在討論台灣的某個旅遊的資訊 那我希望能夠抓這些資訊放到我的網站上 讓菲律賓人一看到我的網站 就看到他很喜歡的東西可以呈現出來給他 那台灣目前的所有的旅遊網站都沒有這種功能 那各位上旅遊網站 上那個訂票或定位的網站去看 就知道他們呈現的都是同一個模式 那也沒有在做使用者的一些觀察或紀錄 反正就是賣票賣飯店的位置而已 那你光去看他們的網站就知道說 台灣的旅行社網站 不想做這種事情 那我覺得如果以導遊的觀念來看 我光可能一個導遊協會的網站 我就可以拉到這些路徑客人 滿足他們的需求 大家好,我是做任體的 然後我打算下一期要參加任公主委學校 所以只是先來了解一下 這種相關資訊 大家好,我是有打光電的員工 那其實我們是對 我是對現產品的低費檢測比較有興趣 譬如說這個低費 它可能是要學或是不修 那修完之後它是修了OK或是G 那因為產品那個低費 它其他低費的那個比例 就站在影像的比例來講是很低的 所以有時候是 這個低費的偵測 目前看起來是有點難度 就是說 譬如說成功率可能只有八成 可是八成對程現在還不夠 所以我想來多提一下這個 這個影像偵測的部分 我是目前只是要做一些影像 是要做DASH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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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最大的問題 會是 DATA 還是 還是這些技術的感覺 感覺應該是實際上用DATA 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應該可以分享 現在有很多就是 就是 我們是 都還是監督師學習 那你如果像低費 它的 低費的種類很多 大小的不一樣 那我要去標注這些低費 就第一個就要花費很大的能力 然後第二個就是低費標注的品質 就是好不好 就表錯我的 我的 我已經錯了 那訓練出來結果 肯定就不會好 所以我們是想說 有看來那種 就是回監督師學習的 那種效果看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標注太多資料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 因為不同產品比較標注不同 對 還有一種產品 那個Layout 那個電路Layout不一樣 那你又會在Chain一次 你又會在標注 也是這樣設計 Data量一半有多少 如果要可以很多 上萬都有 上萬、四萬 資料量很大 那問題是 要花費太多能力去標注 第二個 一旦標注量大 那個品質可能就不好 就有點像醫生他在看 他在看這個 他在看X光 那不同醫生看的結果 也有可能是不一樣 所以 他在用Semi速度來玩什麼 是 如果可以找Semi速度來 還是做Semi速度來 還是做Semi速度來 可能會更好 那個在醫學影像的話 其實 比較跟那個產線上面 可以獲得到的 那個數據的比數 相對的少很多 然後 可是 他資料的Pixel 非常的龐大的 那 可是 也是一樣 就是說 Label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如果可以用一些 現在目前有的方法 可以做一些 classification的話 那其實是 可以降低這個Label的需求 那 我有一個問題 想要問一下 這個分享者 就是說 如果 我要做 這個3D影像的 Segmentation 我想要用 Transfer Learning 然後這樣子 我就可以不用 為太多的 這些 Sample 那有沒有推薦 有這樣子的 pre-trained model 可以使用 pre-trained model 像剛才提到的 Internet 它上面 就有很多 目前Stay-on-E-R 就是做3D segmentation 的pre-trained model 那如果你要 Transfer Learning 的話 可能還要根據你的Data 來找適合Data吧 因為像你腹部的segmentation 跟胸腔的segmentation 那個長的樣子 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可能還是要實驗之後 就可以知道 那它裡面剛才提到的 就有秀的那個sample 它是做 腹腔的各種器官的segmentation 那它有提供一個model 是做 腦部 腦瘤的segmentation 那這個 這個我都覺得 可以試看看 所以 Transfer Learning 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你的model 本身Transfer Learning 不能做Wolfy 然後夠generalize 像ImageNet 它的level 圖片就很多 所以大家用它 當作Pretrain 我記得最近 好像你對他們 有搜了一個 他們宣稱 MEDICAL的ImageNet 就是聽起來 這個非常Light Scale 的Image Data MEDICAL Image Data 那好像還沒release 但是 看起來是 有人要開始做 這一部分 就是 所以 對啊 如果他們等它之後換出來 就可以在這種 很大量的level 上面去Train 然後做Transfer Learning 因為 我目前在做 其實都是 Overfitting 什麼的 都覺得是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然後 你用Overfitting 的model 再去Transfer Learning 覺得是沒什麼效果 對啊 因為好的Data 好像太少 對啊 Data非常的少 就是 好的資料庫很少 資料庫有很多種 這以我做的 我會跟臉的資料庫 那是外國一家大學 從IMTB的網站 NVT的網站 收集下 那他人臉的話 他整個資料庫 就大概收集了 超過55萬 他十字能用到的 以我繼續再篩選 就是再選過之後 真正能夠用到的 只有剩下十幾萬 其實有一個挑戰 比較 Megaface 這應該是大陸主 他有 三百萬 但是 對啊 所以可能只有開放 就是可能只有開放那個比賽而已 基本 我不太確定 但是 因為他比賽如果他只有在辦 就一定可以去註冊 我記得那個 不是很難拿到的 因為我這個就是比較算是公開 就是大家都會發來用 但其實 自然說 好的 Data 還是好 我們一般都要先 盡量在進去神經網路之前 先把他的 主要是把他的Quality提高 那其實神經網路保持 講現在好的神經網路太多了 那我們就可以配搭各種 就是以我 我就試過 超過四種神經網路以上 那主要真的是 現在我覺得 就是這一輛最大的問題 就是要怎麼去處理Data 讓你的Data的Quality 變得更高 你可以用到的地方 就是把一些你沒用的東西去掉 然後把它 你可以用的真正需要的東西 都Label出來 對 我覺得最近就是這一個也是 也是一個很大的 所以 那一個 那些 一些的你這樣切割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我們必須要把我們 有用的東西 都用出來 那二 所以說幾十萬站 就已經給太 就已經不太能用 能力去把它切出來 切個好幾年 真的是 讀書之後 兩年都是在那邊 切Data 切完就可以 就是太花時間了 所以 所以 圖片切割應該是 其實 他還會再做一些DataClinic的 的東西 那一個簡單的 就是說 我現在拿好的 我自己選了 然後去PREPEAT 在那些 我覺得不知道 然後你看 你可以由它的Lose去看說 這個圖片 如果它Lose很高 它可能跟我Chain的音樂很不一樣 那它可能是不好 用 這樣是很A-Hog 但是 某種程度上可以用這一點方法去 去Side 去Side 我說它甚至很Rare 可能你的Data有Bias 可能不知道說白人的 那你看Hain的圖片 你可能Lose會比較高 有人會這樣去挑 這些 用身體網路 對 用它的LoseFile去 Gate Education 然後 但是也是很A-Hog 還是要人力 去 真的看說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這要對你一直是一個問題 對 最近一直遇到就是這種 就是Data那種 參試不起 我有個問題想要問一下 關於剛剛的內容 一開始的時候 有介紹到一個 不好意思 Dice Lose 是為了要解決 那個Imbalance的問題 那可是在Wiki Supervised的那個Detection的時候 它是用Log Lose 對 那 它 如果要更好的話 是不是就是把這個Log Lose 把它 換掉 換成 這個Dice Lose 它可以用的原因 是因為 我已經有Map Mask的Label 我知道它的區域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才能去 酸說 它到底這種的Ground Truth 差多少 但是 Wiki Supervised 我只有Image Level 因為我們知道這張圖片 它可能有一些 什麼 新式肥大 只有疾病 或只知道它有這個病 但是不知道它在哪裡 所以我就沒辦法 用這個Dice Lose 去計算 了解 所以 使用的Lose Function 基本上大部分 都還是使用Log Lose 去做這樣子的處理 你要根據你的問題 像剛才分享的那一篇 他們設計的Lose Function 就是專門的Form 就是他們這個維護的設計 所以 這個Lose 就可以同時考慮到 讓它同時可以達到 Localization 然後也可以 來Chain Classification 然後把它架走 然後來Chain 所以Log Lose 算是Chain Classification 比較長用Lose 但是你要加Weight 還是在加一些Regalization 那些都是 一些還蠻常用的機器 我不好意思問一下 就是 因為在做Secretation的時候 其實我看你的方法在 在訂BondingBuds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會 對於最後面Performance 會有很大的影響 對它算還有Regalization 那你在使用 Wikile Supervice的方式 做Detention的時候 現在 MVP大概可以到多少 它算的方法比較不一樣 它用的不是MVP 那它原始Paper的算法是說 我輸出一個BondingBuds 然後它跟 它跟GroundTruth交在 就是IOU在1.10.6 0.0.3到0.7 我每個 只要大於我的文字 我就算它的PaperCity 然後如果 我輸出了BondingBuds 但是它跟它交集 就是小一個值 我就算了 所以它們這邊的結果 大概是0.7 就是我做出來 跟原始 就提出這個Data Setup 有Base 9 然後它們的結果大概是 0.6、0.9 之類的 那我們做出來 就是越比它高一點點 這樣子 然後這邊它們就是可以 還 Margin其實還蠻多的 像這個0.11 它直接到0.4 然後0.38 到0.63 所以代表它們這個方法 可能是真的加入一點 Label的資訊 真的是有效 而且這個問題現在是 IOU0.1的話 基本上 這個框框已經差非常久了 對 其實這個 這個醫療大學 可以看出這個問題 應該是基本上很大 當然這也關係到 醫生到底怎麼去框框這些東西 因為兩個醫生 看的方式 一個醫生可能只要看 一個人的校區 我就知道有病 然後一個醫生可能 覺得他可疑的全部滑起來 然後這也會造成 就是他IOU0的差別 所以在一般來講 是不是 可以只看IOU0就好 就是他算是一種 Evaluation的方法 像他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 像這個 他輸出了兩個區域 然後雖然會降低他的IOU 但是他的說法是 我提供醫生一個可疑的區域 然後醫生可能漏看 然後我讓醫生有辦法 就是重新考慮這個可疑的區域 然後來提升他的整體 之類的 但是如果單純算IOU0的話 這樣子反而會讓IOU0一直降低 所以我覺得也是要根據你的目標 還有利用來決定你要有什麼manage 我另外請教 不知道是不是問題 我是好奇的 比如說我因為我做演像 我是做比較普通的演像 有看人、看車、看物件 這很容易就是要做對做錯 像你們醫醫學 假設我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醫醫藥 像我們manage 我怎麼看你不知道到底對還是錯 就算我勸出來 我也不知道到底對還是錯 當然我說我可以跟原本的datate 可是我如果自己拿了一張別人來輸出來 我怎麼知道他是對還是錯 這當然是非常困難 如果真的有想確認的case的話 可能要去找一些有醫藥配件 可能醫生朋友去幫我們看 我覺得這個地方我可以稍微幫忙回答一下 因為我是醫療配件 然後其實這個 剛剛有提到文達那一篇論文 其實是非常有爭議性的 然後爭議性可能會可以八分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 你在處理醫學影像的時候 基本上醫療的影像 或者是測量到的數據 是不容許被更改的 所以你在當sampling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種modify 你已經跟原始的數據不一樣 對 那這個對於你判斷的結果 就會有一些折扣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 要怎麼樣去確認說 這樣子真的是在臨床上面真的有這個症狀 因為那時候 然後labeling的正確性可能是一個問號 對 因為你看到這個是影像上面的結果 它可能是合併很多症狀所呈現的 它labeling可能是labeling其中一個東西 對 所以這個 而且它是這個疾病的哪一個階段的影像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比如說肺脊椎 它可能是肺炎的前期 對 他們可能有一些correlation 然後 所以 很難就是說 就是說 直接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去下診斷 它最多只能提供一些 給醫生的一些參考 說 請你多注意這些區域 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樣子的可能性 對 變成說只是一種輔助性的系統 其實會不會有另一個可能 就是說 好像 就有些他們下level 可能就是說 我可能圖片上是看不到 但是 我知道肺炎一定有 可能一定有基準 那不應該怎麼這樣看得好 那這樣子level 其實應該會有類似的類似 所以可能用一些其他的knowledge 然後 但是影像上面其實是 可能看不到 或是不是那麼明顯 然後加你的 labeling 我覺得這就是 labeling上面 要去注意的技巧 因為 你不同人去 labeling 可能就 會有問題 對啊 而且他 labeling的時候 到底要下什麼 label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 可能大家就會想說 他只能 只能在這幾個分類 可是他想要打的東西 不在這上面 怎麼辦 因為這個疾病分類是樹狀結構 對啊 然後可能 就是沒有辦法 用這麼簡單的方式去分 那 這時候 label 你的人 就會面臨到兩難 就是說到底要下什麼東西 像你的經驗的話 這種問題是 make sense 因為可能像很多一定 它有關聯性 那但是它的分類器 是對每一個開始分開圈 我覺得這樣也許會比較簡單一點就是 可是 我不知道在應用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辦 因為你分開圈的話 就是變成說 你只看一個問題 回答一個結構 對 可是 甚至在應用的時候 可能是 你一張圖片 你要告訴他很多個 跑個別體 對不對 那可能是透過很多 模型給他一些數據 然後他告訴他說 有多少 percent 可是在顯示上的時候 不知道要怎麼樣去做呈現 來提醒就是說 這些組織儀式說 這些地方有某個 特殊的 label的發生機率比較高之類的 謝謝 好 那你提到是不是在做智慧機械的效果 好 對 那你們是做哪方面 我們 目前就是在做物件的分類 對 然後告訴機械做自治在 那個 周圍那裡的地方 然後讓他去玩 某箱的文章 對對對 是機械手臂嗎 還是會移動 機器手臂 對對對 其實我們兩個都有做 對有那個移動式的平台 跟那個工業用的那個 傳統的手臂 就在這裡 對 那我是希望就是 透過深入學習的方式 幫他做一些工程 因為我們之前都有一些方法 是傳統的 透過一些bottle face 去做運動 對 那可能就是說 如果要換一個工程來 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比如說我家手機 可能要再做一堆程度調整 那換下一個time 那可能就不如太一樣 那這樣工程式 可能就花很多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那也許我們是想到 如果我們有些資料 那會不會收集起來 那 就做個準備 這樣也許就會 降低我們的 implementation 時間 對 那像這個 這樣的態勢的難度 大概是 現在能做到多好 其實我們現在也還在研究 那其實有些在國外的一些 他有沒有 應該說之前有派遇那個 辦一個夾雀不散 就是那個 那把總 他有個pick challenge 那看起來是 有些解放 那我們現在正在 正在嘗試去使用 大家還有 那我剛剛 那我們 可以 等一下大家 私下交流 那我 我還要再講一下 就是 因為最近 大家只是以前 我們都是這樣 我們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 我們SVM 但是SVM 對圖片的效果 不太好 沒有 所以現在大家都換成 一般 那其實 我自己的做法 因為我是做 年齡估計 那我年齡前一部分 一定是用 人人的做處理 但是 在我自己的研究下 在年齡輸出的結果之後 我們用SVM 再chain一次 那我們是chain結果 我們不是chain一下 我們是針對他的結果 輸出的結果 再去chain多一次 然後 就得出一個 更好的結果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可以這樣做 其實這個算是很常見的做法 因為Deep Learning 其實他 他只是說我用 他Deep Learning很早就有 他只是取feature的一個空主 所以你剛剛說 應該是你 圖片取完feature之後 可能變成一個 比較low dimension的feature 還要用SVM去分類這個feature 那這是完全合理的事情 沒有 我不是分類到有feature 我已經是 我已經是用一個網路 chain一個圖片 然後再test 已經匹定出來結果 就已經 他已經是 比如說 我這樣子 看我話說我18歲 這樣子 已經把我的年齡 預測出來 然後 再去拿那個結果 不是feature 是拿那個結果 再到SVM裡面 再做chain一次 這就不是 拉feature 因為拉feature 就很常見 就是我有同一個實驗室 有另外一個環節 他就是用CNN取特徵 然後取完特徵 然後再拉來個特徵 因為CNN取他的特徵 現在就是說效果很好 就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拉到那個取完特徵 再去用在他們機器學習上面 他就不是用SVM 可是也是機器學習的其中一塊 那我就不是 我不是拿特徵 再到SVM裡面 我是已經credit了一個結果出來 再拿到一個結果 到SVM裡面 再chain and test 多一次 然後再輸出 經過這個 Deployment SVM之後的結果 可以說你這樣chain是一個數字嗎 對 一個數字 因為我神經網路經過 最後的Fly Connected 出來是有效應 然後再透過ActiveFunction把它 因為我只做分類 所以就把它換成一個紀錄 然後後來我就把它chain完之後 再用Pedit出來一個結果 就是我已經得到 我這張照片十八歲 然後我再拉著一個十八歲 再去做一次chain 再對圖片 不是再對圖片 這是對Pedit出來的資料 已經是Pedit完了 的資料 因為我是聯名 因為我是做聯名預測 所以我Pedit完了之後 正常來說 我會得到一個聯名 就是這張不便的聯名 那我拿這個聯名 再去在SVM裡面 再chain and多一次 就已經跟我們前面的一些Fly Connected 圖片已經完全沒有關係 純粹是資料的處理 我不太明白你說 你的SVM結果比較好 更精準嗎 更精準 就是它的 因為我做的 我評分的標準就是用MAE 就是用誤查 就是chain出來 Fly Connected出來的圖片 跟Ground Truth的圖片 那個聯名 相檢 求是求這一個 那我們其實 他就是預測出來的聯名 然後再拿一個聯名 去到SVM裡面 做chain 然後再把新的資料放進去做test 來出來一個新的結果 SVM其實有點是 他其實在做分類的 對 他會不會是有點是 你把它平均掉 所以你感覺你的覆察變小 事實上 事實上不一定整的一個比較好 不會這樣 不可能 所以我就是想要討論一下 你分類 你怎麼分類 你也不可能分 一歲、兩歲、三歲、四歲 你一定是一個論據分 對不對 那這樣有可能是不是被平均掉了 其實你是做平均的 我覺得這樣做不是很make sense 因為你完全要是要 因為你自信 直接在做regression 第一個可能是你overfit 對 有可能 你可能要再看一下 覺得這樣做可能不一定 我覺得這樣不太可能 可能沒有比較好我覺得 因為我也是看到 有其他論文在詐欺做的事情 就去學習他 不可能自己平均這樣說 因為你這樣只針對年齡 你只有年齡分布的資訊 因為你可能就 你可能就 你可能就是這樣 然後再特別多 那你說明你這個是 因為你在用 只用這個事情去change 你就是想要去 用這個主義去feed 你真實 testing 但我覺得這樣 你的prior 就只有 一個discretant number 我覺得這個 我猜是會overfit 但我確定你直接試 到時候結果是有變得好 就是如果到最後 盡管是有特定的結果 因為 我是看到別人這樣做 然後我就去學習一下 那他做的intuition是 他的class 他就是 也是做chained治療 所以他為什麼這樣做 他可以說這樣子就可以 他就是優化 可以優化他的結果 因為他已經跟前面的data 已經完全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對 我會覺得這個也有問題 他就是好像感覺 就是 再用一個機器權力去優化 那一個 讓他的結果會變得更好 這樣子 你有試過 就是兩邊都沒有餵過的 就是讓 跟進去change出來的 model 所以非常準 你說沒有餵過的意思 就是沒有被拿去chained過的資料 然後 然後 你已經去chained好的 model 釋出一個結果 就是測試資料 有在你的學習資料裡面 沒有 我的測試 我一直都是分開的 一直都分開 對 我一直都是分開 那你可以試試看 你做FIFO試試看 你只有切一份 那可能剛好 有時候真的會 就剛好曬到你 就是 這個data這裡組 我直接分兩組 就是 我拉一個data 就它裡面已經幫我分好chained 對阿 我說可以 呃 就是 你的data再抽其他 亮白 對阿 是一種可能 因為我在好幾個 都是做那個 年齡評估的 netabase 在三個data 這樣做過 效果都有變好 變好還 不是一點點 還 就是差不多有 接近10% 這麼多 那可以問你 你有試過轉過來 以前SBM之後 再流線 10% 就是 以前SBM 它沒辦法 就是 它本來就很出現 只有沒有 甚至我還試過 拿20% 當chained 80%當test 效果也非常好 我這樣沒有多餘的 國外資訊 它會變好 就是 對我也是覺得 想不到這個方法 就是 我有看到有人這樣做 然後我都把它 拉過來用在 我的研究上面 會不會它是 剛好是 fitted到你的 HQ片 就是剛才講到的 可能就是 我們年齡特別多 它只是把它 分散地把它拉到 中間去 感覺很多種可能 可能還是要 真的看說你原本參考的那一篇 它的 HIGH LEVEL的idea是什麼 因為 聽起來不太像一個 對 不太是 MAKE SENSE的做法 對 我看到就會也覺得 也很 怪怪的 那我們就 趕著我們就先休息 然後給大家 我們看 45個吧 然後我就再 分享一下 我 大家就盡量 多教一點 謝謝